像这一类的影片 现在电脑中或是那个新闻事件 或是我们自己拍的时候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常拍到 你的影片的方向是直视的 像这种影片直视的 那当然如果是直视的影片啊 你在播放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旁边都是 有点浪费掉那个空间 对不对 然后现在新闻事件都喜欢这样玩 本来是直视的影片 还是直视的哦 可是呢 它会让它的边边 同一段影片同种颜色 然后例如说加模糊效果或什么的 等于是让整个画面看起来 不会这么的空洞 知道我意思吗 这一个手法在我们目前的那个 新闻事件里头非常非常的常见 所以我们怎么样 在自己拍的直视的影片中 让它背景可以加上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要怎么加上去 好来 那我刚才有这个自己存哦 这个状案档 我今天呢 就是我有给你们这一段 直视影片有没有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录外面的那个风景的 然后我是故意拿手机拿直视的 所以拿直视的 你录完是不是又歪的了 头就刚好是歪到的哦 然后歪的时候 我怎么把它摆进来 好来 我们先进来后 首先我先把状案档关掉哦 整个关掉 因为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内容了 整个关掉重开一次 重开一次 好 然后重开一次进来之后啊 我就把刚才的直视的影片放进来 然后把它转正 好转正 转正之后呢 我希望它背景在呈现的时候 就可以是有一些模糊效果啦 或是说不同的感觉的啦 你可以自己去自由的变化 好 那找同色系就好 所以做法是 来先汇入 然后汇入刚才的 这个缩小的直视的影片 那这影片的方向刚好是相反的 好 进来就好 好来 进来之后 你现在拨是不是歪的 歪头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拉下来哦 拉下来之后 你是不是要让它转正 OK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儿 十字架是移动 圆圈就是旋转 你把它转正 有没有呢 然后转正之后 方向是不是正了 可是很多地方被裁切掉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让它的 显示比例的部分这里 我可以缩小一点 然后呢 假设啦 你没有想要把画面裁掉 你可能会需要这样把它调 对不对 调完之后 左右就很空洞 那你可以适度的 像我的天空 故意留的比较多 你可以这样子拉开 把上面的天空裁掉 最好是意思吗 你把它裁掉 可能要牺牲掉某些画面啊 直视影片的问题会是在这儿 那没有关系 来 可是我现在裁完之后哦 OK 好 这是我的要的画面内容 然后把它对到 比较中间一点 或是你对的时候 不要用手动拖 那一样右下角 大格小格这儿 我看一下对齐的部分 你可以去使用对齐的功能 让它去对齐就好 这边没有 在里面 我们等一下看 好 所以这边先知道一下 我可以先去调它 OK吗 好 调完之后哦 来 你播放的时候 它还是只有这一区 左右是不是还是弄弄的 好 来 技巧是 左右是背景 那它是我要的内容 好 所以你再多一个 轨道 往上拉 当背景 然后你同一段 你可以再拉进来一次 跌在后面 听懂我意思吗 跌在后面 然后你跌在后面的话 你方向要不要转随便你 好 方向要不要转随便你 那因为我们只要找同色系而已哦 但是呢 你可以到我们今天所教的特效 特效 例如说你可以到特效区 我有看过一些影片 它是一样转方向一样正 可是故意再拉更大 方向一样转正 可是故意拉更大 那它的左右颜色 或者说左右 那个中间的人在讲话的时候 旁边好像那个影子啊 也会一起动 那它就是同一个方向 然后拉大而已 知道老师意思吗 好 然后呢 我现在进来之后 我就可以去设定这些功能 它这边就有很多的效果 好 例如说 我们可以加上 就不要清楚的嘛 所以你可以加上一些柔胶 加了柔胶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逼便的变这样 柔胶最常见 最多 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 我做好了这个 不要动了 锁起来 然后上面这一段影片 你可以把它转正后 好 那我们缩小哦 缩小一点 你可以一样放大 更大 听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你再往上 往下拉 去找那个感觉 颜色 这个是最常见的 好 你看一下 我们做完的样子 现在新闻都这样搞 你看看 看过吧 所以我在动 是不是后面也在动 是不是一样的 我向左边动 它也向左边动哦 我往右边动 它也是往右边动哦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这个手法最常见 那你旁边这边就可以打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或是什么新闻事件 那这样的一个版型 就是最近最重的 直视影片的拍摄手法 这样OK吧 好 这新闻事件很常出现 回去看半小时 大概会出现两到三次 真的有够长的 因为大家的那个影片 很多都是民众投诉啊 有没有 或是民众拍的啦 去上传检举的啊 然后自己拍的 几乎都是拍直视的 好 所以可以用直视 不排除直视 只是说你直视的部分 你为了要让后面 不要空洞 那这是一个手法 同学OK吧 通常是柔焦啦 我发现最多记录 都是用柔焦 好 来试试看 我要你们会这个 至少你们两个要别在一起 旋转要会 特效要会 知道吗 好 试一下 横式可不可以做 可以的 横式的做法再特别一点点 像这其实都狠的哦 假设拍的时候是狠的 但你想要营造出 类似直视的效果 有没有 好 你可以到这边来 来我把这个存起来 我换个例子 我换个例子 好 假设我们拍起来 还是狠的哦 那你要用一个小技巧 好 假设这一段好不好 这是横式的 你要把这个横式拉下来之后 一样两个叠 这个没有问题哦 好 上面这个先把它锁定 下面这个套特效的柔焦 柔焦 因为我觉得柔焦最好用 最明显 柔焦 OK好 但是因为它们两个是叠在一起 那你上这个锁咯 上面这一个的话 因为它本来就是清晰的 而且它的size是刚刚好 那你怎么样让两边刚好可以裁出来呢 好 你可以透过一个功能叫修改的遮罩 遮罩 透过遮罩可以做什么 遮罩属性 你可以让它就是局部 就这样做 有没有 OK 今天回去就可以拍新闻咯 然后呢 我们播放的时候 你看看 它还是会动 旁边也会动 有feel吧 会哦 你看来上课好好哦 来看 储存一下 这个我还没有教过呢 你看看 好看 可以吧 记下来 遮罩 遮罩 也是两鬼叠在一起的效果